这是钟南山近代唯一的一尊肉身菩萨 2010年5月 当人们打开尘封13年的能忍尼师灵塔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老尼师竟然依旧端坐在塔内 面容栩栩如生 嘴唇和牙齿依旧完好 身上的肌肉用手一按 居然还有弹性 更令人惊讶的是 肉身周围的灰土竟然还是湿的 在场的僧人纷纷惊叹 钟南山出了一尊肉身菩萨 这里是在钟南山家舞台 这个天然的洞穴 从唐朝开始就有人再次修行 自古以来便是高僧大的七居修行之地 民国期间 野开老和尚曾经在这里住三年 虚云老和尚 高贺年居士也曾在这里打禅气 这个便是能忍尼师的灵塔 2007年 这里来了一位僧人 他觉得尼师的灵塔太高了 便产生了将灵塔迁移的念头 恰巧能忍尼师的儿子也有将灵塔搬迁的意愿 在开塔之前 能忍尼师的儿子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梦 在梦中 他看到能忍尼师的身体没有腐烂 依然保持着完好的状态 醒来后 他心存疑虑 对一位僧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开塔后 发现身体确实保存完好 那应该如何应对 但在僧人们看来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毕竟 当初安放能忍尼师遗体的时候 非常仓促和草率 不像其他地方的那些肉身 是经过提前处理的 如果事实真的如他儿子所梦见的那样 那将会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终于到了开塔的那一天 几位僧人在灵塔前送完经之后 当地的村民用钢签和铁锤 耗费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成功地打开了石墙 当人们进入到灵塔内部时 眼前所呈现的景象 让他们难以置信 能忍尼师的肉身 竟然没有腐烂的迹象 这深深震撼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一位当地村民情不自禁地表示 他在这个世界活了几十年 却从未见过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位村民回忆到 自己亲历了当年能忍尼师入塔的情景 他说 能忍尼师于1995年圆寂 当时一个星期左右都不见人 后来人们才在牙底下 发现他的遗体 然而 令人惊奇的是 虽然能忍尼师是从悬崖上跌落的 而且被发现时 已经过了七天的时间 但当人们将他的遗体抬上来时 惊讶地发现 他的身体竟然仍然柔软 仅仅是手部稍有魄伸 他的面容平静如同沉睡中一般 这位村民还进一步补充道 如果身体不是软的 就不可能盘腿而坐 在当时 没有人能预见到13年后的今天 能忍尼师的遗体竟然还能完好的保持坐姿 至于能忍尼师当年为何会从悬崖上掉下去 那一刹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而在发现能忍尼师的肉身后 搬迁灵塔的计划就此放弃了 人们请来了一位装金的师傅 把肉身重新贴金 安奉在13年前的位置 并用玻璃罩保护好 供人们瞻仰礼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